国会今天通过了活跃通勤修正法案和共享通勤企业法案 在新的法令下 所有电动踏板车和电动脚踏车骑士都必须通过一项理论测验 电动踏板车也必须每两年接受当局的检测 以确保符合各项标准 政府去年11月禁止在人行道使用电动踏板车后 在走道上涉及个人代步工具的意外锐减52% 禁令将扩大到所有的电动个人代步工具 从4月开始除了行动辅助工具以外 所有电动个人代步工具将不能在人行道上骑行 为了应付新措施所带来的不便 政府正探讨加速提升我国骑行道路的基础建设 细节将在稍后公布 政府也将加强对用户的监管 明年上半年当局将规定电动踏板车和电动脚踏车骑士 得先通过线上理论测试 从今年下半年起 未满16岁的人士如果没有成人适当监督 将不能在骑行道上使用电动踏板车 在公共路径骑行任何代步工具时 也不能手握并使用移动通讯设备 政府也将强制措施 确保用户使用符合规格的电动踏板车 严打任何非法改装的情况 当局也会展开机查 每两年也会定期要求检查这些电动踏板车 另外 店家出售电动踏板车前 也必须送交当局检查 为遏制不负责任行为 政府也会严惩为例其行的行为 超速或鲁莽其行 所面对的刑罚将加倍 出售不合规定代步工具的业者 刑罚则增加超过四倍 而对于使用代步工具的企业 如送餐业者等 也必须为其市提供第三方 因攻死伤的相关保险 此外 当局将在共享通勤企业法令下 按照共享电动代步工具业者 是否提供车装服务 颁发两种不同执照 当局也有权要求业者 禁止让曾严重触犯条例的用户 使用共享电动代步工具 接住